眼睁睁的看着有一个很棒的机会 只要投资就可以赚大笔钱 但是你没有本金没有资本是吗 现在未来一个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欢迎来到奥修产卡解读时间 我们今天解读的主题是 未来一个月我会发生什么奇迹呢 请大家跟着我深呼吸 非常好 打开你的心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心脏的周围 我们这边有四张牌 一 二 三 四 跟着你的直觉选一张牌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先来看第一张牌 这张牌叫做成功 抽到这张牌的你呢 你已经酝酿一件事情很久了 如果是在工作方面呢 可能旁边的同事啊老板都在拭目以待 这件事情你的话已经放出去了 结果又是如何呢 或者是在感情上面 你已经觉得自己努力很久了 这个人还不给你一个完整的或者说确定的答案 那正在上学的你自己的付出和最后的考卷 和最后的那个成果真的可以达成一致吗 付出就真的会有好的回报吗 恭喜你 你抽到第一张牌就代表 都可以达成哦 那这中间需不需要一点小注意呢 当然需要了 完成这件事情是你心里面真正想要的 还是你只想要交代别人 让别人开心完美的呢 如果这件事情是顺从你直觉的 我相信这件事情真的是离成功不远了 只差最后一步 一定要坚持到底哦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要让别人认可 让别人开心 让别人觉得完美 可能你中间的动力就有点稍显不够 需要再让自己努力一把 这中间就有点辛苦了 但是没关系 这件事情你可以坚到底 下件事情 跟随自己的直觉 做你喜欢做 想要做 真正适合你的事 好吗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叫做丰富 不得不说 这张牌是奥修产卡里面 最厉害的一张 男性阳性能量的牌 那放在奇迹这个议题上呢 就代表过去你很缺 缺一样东西 叫做钱 现在你是不是很想花钱呢 有很多地方想花钱 是想要买东西吗 买包包 还是你有投资规划 眼睁睁的看着有一个很棒的机会 只要投资就可以赚大笔钱 但是你没有本金 没有资本是吗 现在未来一个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可以赚到一笔满意的财富 帮助你规划未来的资金流向 当然一笔钱很幸运的赚到 我们会知道 简单赚来的东西是不是会随意花 开心花 花钱这件事情是不封顶的 所以在花钱的时候你还是要谨慎一点 先规划好后面才不会慌乱 重蹈覆辙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张牌叫做创造力 冲到这张牌 你可以建立新的可能 有一种酒和玉甘霖 甚至有的人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相信你等待这个机会和契机等很久了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也许你前面好久都没有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了 可能你的机会很多 但是让你心动的人真的是几乎没有 最近你有没有遇到心动的人 这个人也许你还没有跟他谈到下一步 但是有新的可能 新的开始 有心动的感觉了 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奇迹 感情上你可以再期待一下 花一点时间 如果是工作上面 也许你已经苦熬很久了 让你已经感觉没有心意 没有什么动力 甚至是放着有点摆烂了 这样工作下去 好像没有发展的空间 更没有让老板或者是旁边的客户 感觉你有价值的地方了 在这个时候 如果突然来一个新的可能 让你有新的展现 新的潜能被开发 这对你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你发现了 绝对要抓紧它 赶快来表现一下你的能力吧 我们来看第四张牌 这张牌叫做完成 抽到这张牌的人 我真的要恭喜你一下了 前面不知道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走了多少的难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还没有过 很久了 但是抽到这张牌 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前面你正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难关 真的要过关了 我只能说你的生命里面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把前面卡关的打劫的 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终于可以翻页了 有一种概念叫做量变到质变 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 有点像我们减肥一样 真的我们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和耐心 等待它的质变 让它发酵 让子弹飞一会儿 然后呢 你就可以截取自己的成果了 当然啦 这中间离不开你的宽容 离不开你的每时每刻的努力和思考 更离不开你的直觉和真心真意 如果有这一些重要的元素 组合在一起 很快你就可以拿到你心满意足的答案 恭喜你了 好啦 人生十之八九都是让人觉得不如意的 每天就在这里面浮浮沉沉 情绪上上下下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奇迹 让我们愿意有热情 有热血 有动力 为自己的幸福人生 再迈出快乐的一步 越来越好 我希望每一个大家都可以在所有困难和迷茫的时候 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有奇迹 就怕你心里没有期望和期待 为自己的未来多一点期待吧 你还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疑难杂症 想问却不敢问的困扰呢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来一起竭尽全力为大家来做解答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哦 下集见了 拜拜